讲到书正大吉 寒荣大 他总之是对小利民 这是一端 接着讲 但是大圣法的超圣 超圣到无所对待 寒荣到无所不胜 就我们讲来讲 像虚空一样 寒荣到无所不胜 一切都寒荣在里面 那么超圣 超圣到无所对待 就超圣一切 那么所以约大圣的意义讲 这个是就另外一个意义 就是实在是不可以大小的比对来表示 是绝大 前面的代小名大是相代说 这里是从更高的一层 就是绝代说 他的大不过就是强明为大 就是他并不是相代上想大 如果从明来讲 立明来讲 那当然是相对于小圣 但是从大圣的理来讲意义 从他的立明讲他是相代 但是从小名 依小名大 对小名大 但是从他的意义来讲 他其实是超越 超越一切的 所以叫做是绝代的 那么不过强明为大 说到不够也就以此恶意 是仁天生文 圆绝圣中所没有的 那我们刚才讲够跟不够 因为他叫做大圣不够法 所以他所谓的不够 他是大圣不够 就是四圣不够 四圣不够 四圣是什么 人天生文圆绝 人天生文跟圆绝不够 这个是四圣不够 如果是三圣共法 我们看 他意义不一样 三圣共法 他是三圣 三圣是生文圆绝共 三圣 这个三圣指的是 生文圆绝 三圣共 生文圆绝菩萨 但是他也有不够的 就是二圣不够 有三圣共 因为总共有五圣 总共有五圣 他这里大圣 大圣加 就是菩萨圣加 四圣就五圣 总共有五圣 他这里三圣共 生文圆绝菩萨共 但是有二圣不够 这个二圣是指两种 是指什么 二圣不够 它是什么 人圣跟天圣不够 因为它是四圈的 刚才我们有画图 就是四圈的 所以这个二圣不是生文圆绝 是指这里 就是五圣里面 这加起来是五圣 那这里加起来是五圣 这也是一圣 这是大圣 这个是四圣 就五圣 那总共活法就分五圣 那我们讲五圣共法 所以这个共跟这个不共 它指涉的不一样 如果都要讲不共 如果都要讲不共 那么这里叫做二圣不共 二圣不共 人 天 人都没有到这里 那如果都要讲共 那么它基本上 这个因为它这里 它就是都要讲共 它这里就没有了 所以它没有共的部分 所以它只能讲不共 那五圣共法 它就简单 就是五圣 五圣就是人 天 生文 圆绝 跟菩萨 如果要再详细一点 就是在五圣共法里面 还有一个四圣共法 就是天圣 它这里就是天圣 四圣共法里面天圣 就四圣之 四圣之 是生文 圆绝 菩萨跟天 那人不共 一圣不共 一圣不共 四圣共 一圣不共 就是人 圣不共 一圣不共 那有四圣共 但是天啊 四圣共法 那 类似像这样 但是人天基本上好像放在一起 所以这个就没有讲 所以这里的共指的是共同的 那么这里也是 但是它有共有不共 因为人天不共 人天没有修这个 没有出世间 它有共 其实它有共有不共 那这里都是共的 就从人天讲了 所以即使有分三类 就人天秤 那么生文 圆绝 圆绝 就解脱道 人天道 解脱道 跟成佛道 佛道 就是成佛之道 所以它这里在讲这个不共的部分 共跟不共的指示的含义不太一样 所以它这里讲说到不共 人 天 生文 圆绝 四圣中所没有 那三圣共法的共是 生文 圆绝 菩萨都有 那这里是强调它所没有的 在佛菩萨的心形中 统色一切功德 无不成为大称的特法 所以你修十善 比如说你持五戒 我们刚才讲 你持五戒 照理来讲它是五称共法 如果你持五戒 持五戒 我们刚才讲 持五戒 修十善 那么修三无漏血 修戒定徽 修戒定徽 勤修戒定徽 洗面贪秤痴 三十七道禀八正道 修戒定徽 二十八正道 然后修六度四色 六度四色 我们就六度万三 照理来讲 这个是修三无漏血八正道 修戒定徽 那么照理来讲 这个是人天道 这个是人道 这个是天道 那你在前面再加上修定 也是天道 修十善 这个是善善跟定善 修十善修定 这个是欲戒天跟色无色戒天 那这个是解脱 这个是有漏 这个是无漏 修戒定徽 照理来讲 这个是人道 这个是天道 这个是解脱道 就是生文元解道 这个才是佛道 但是不是这样讲 因为他从人开始修 他持五戒 发菩提心持五戒 他就是菩萨道 修十善 修十善 发菩提心修十善 因为他是共 你也要法 你也要修 从人开始修 人间行菩萨道 所以你发菩提心修十善 你的目标是成佛 你现在持五戒 你就是菩萨道 这一条路 他从人开始走 他不是你走到这里 才算菩萨道 不是 这也是人道 这也是天道 刚才我们画那个图 这个是生文元解道 这个是佛道 不是走到这里 才开始是成佛之道 不是 从这里开始就是成佛之道 从这里开始就是菩萨道 只是 所以他共的部分 所以你在这里做人的时候 现在发菩提心 是在家菩萨 还是菩萨 你只是持五戒 还是菩萨道 也是菩萨道 你持五戒就是菩萨道 那进一步修十善 菩萨道 还是菩萨道 还是菩萨道 在修界定位 还是菩萨道 在修六度 是越来越接近成佛 只是这样 但都是菩萨道 就从人开始这样 这整条路都是菩萨道 但是你如果发心 你不是发菩提心 你是发真上身心 那你修的就是人道 或是天道 或是解脱道 如果发初离心 你发初离心 持五戒 持十善 你修的就是解脱道 那如果你只是发真上身心 持五戒 修十善 那个就是人天道 但是你现在发了菩提心 持五戒 修十善 修戒定位 修六度之色 修一切马门 除一切烦恼 都叫做菩萨道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在菩萨的心形中 统色一切功德 那菩萨最重要的就是 菩萨心跟菩萨行 菩萨心是什么 就是菩提心 立他的心 菩萨行是什么 就是立他行 就是以立他 所以基本上 那么大圣跟小圣最大的参与 就是立他的心 跟立他的行为 实际上去立他 所以戒定位 解脱道基本上是以戒定位 他重点是要解脱 菩萨道 菩萨道主要在布施跟忍入 差别 跟戒定位的差别 就布施跟忍入 那么这个跟立他有关系 就是 我有能力 我帮助他 布施 那么 我跟他的依然不好 那么他伤害我 我不加以报复忍入 那么这两点基本上就显示出 那么僧文跟菩萨最大的差别 其他的 慈见 那么禅定 智慧 乃至于精进 在发生道中都有 在戒定位中都有 所以以立他 以立他为菩萨的最重要的一个差别 身文重的也是智力 智力与他不一样 所以他说这个菩萨的心行动 就是菩提心 跟所谓立他的行为 跟所谓立他的行为 心跟行 最大的差别在这里 这个菩萨的心形是从 从佛的这种一生中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他说 无不成为大圣的特法 所以你在像你们现在 如果发了菩提心 我要称谋 你即使是持五戒 他都是菩萨道 你说那个是人道而已 你修史上那个是天道而已 你除烦了 修戒定位 那个是解脱道而已 不是 都叫做菩萨道 都叫做菩萨道 所以无不成为大圣的特法 因为你是带着菩提心来做的 如菩萨经的抹荷原品 那么这个菩萨经 基本上一般是 如果以大圣帐里面的 菩萨经来看 他叫做问称品 抹荷原品很少也叫抹荷原品 那么其他的当然也有抹荷原品 就是大圣品 就什么是大圣呢 其实他叫做问称品 那不同的版本也有 这大部分叫做问称品 他讲 所以意思就是 总一切 总一切功德名为大圣 就是 他们也不是这句话 但是他意思是这样 老师是总是 用他的意思来讲 那一般放光波勒里面有抹荷原品 但是抹荷原品里面 讲的不是这些东西 就是 意思就是说 抹荷原具足身文 那么的一切功德 那么有佛实力是无所谓 十八部共法这些 那他说好像鸟列的高飞 高度虚明显同青色 就是他飞到一定的高度 他就跟那个东西融为一起 就是一只鸟飞到虚明山 因为虚明山很大很高 颜色显现的 就是光照下去就是全部显出 因为上面都是雪 那么你光照射下去 他就好像 他都映入那个颜色里面 那你菩提心 就是 因为大秤是很高很广 前面讲 殊胜大寒龙大 所以你任何东西进入到里面 就同样的一个颜色 其实这个叫做高路虚明 虚明是虚明山 如果我们先来讲说喜马拉雅山 咸铜金色 它就在里面 就好像一滴水进入大海 它都都是显然一样 那你一只鸟 好像是一个动物 进入到 进入到这个大海的高山上面 你就跟那个山 就看不出来 就跟那个山一样 都是被那个山的金色映现出来 你也是金色的 其实也就是像这样 类似像这样的就是 总一切功德 僧文 元解 菩萨 一切功德 名为大秤 那么这一段的经文 大概就是在问秤品里面 那如果你去找慕后颜品 可能找不到这些内容 那就在问秤品里面 好 这是如来出示说法的本怀 本怀就是他的本意 他为什么要来说法 我们前面讲过 阿含经讲的就是 如来出现在世间 为这个世间说法 为了是要让众生粗劳病死 大正的说法 就王远经讲 如来是会出现在世间 是要让众生都成佛 这个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依法法经的说法来说的 依法法经的说法来说的 如果是依解身密经 或是为式的这样的 仁前经的说法 又不是这样 就是要让可以成佛的成佛 就是有成佛种性的 要让不能成佛的 不会剁三二道 这个是五种性的 就是没有有弱种性的 他有五种种性 仁前经来讲五种种性 有大称种性的 这个是可以成佛的 这个是可以成佛的 有僧文种性 就正阿罗汉 这个是阿罗汉 成阿罗汉 成就是成就 成阿罗汉 有辟之佛的成性 就成辟之佛 我们叫圆绝 圆绝种性 不绝 就成辟之佛 有五种性 这个是五种性 五种性就是 最高就是升天 升天 仁天 他没有办法 他没办法解脱 还有一种不定种性 不定又有分 身文原诀不定 他可能是身文原诀不定 就辟之佛 如果我们这样看 这里就把它讲圆绝好了 圆绝其实就是辟之佛 这样看就习惯 身文原诀的种性 或是身文原诀辟之佛不一定 他还可以分很多 身文 或是这个菩萨 身文菩萨不定 或是辟之佛菩萨不定 圆绝菩萨不定 圆绝菩萨不定 圆绝菩萨 那么可能是身文原诀菩萨 三种圆绝 身文原诀菩萨 这不定 身文原诀菩萨不定 身文原诀菩萨不定 那么只有这个可以成佛 这个也不行 身文原诀不定 他不是身文就是原诀 所以能够成佛的话 大概就是这种 那么这种 所以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佛 那这五种性 不要说成佛 解脱都不可能 这是原诀 这是一人且经五种种姓来说的 我是解身命经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就就近 这里就就近了 你不能让他成佛 所以你只能让他成阿罗汉 如果说这样 初次的本法就是佛 假设我们依这个理来讲 佛当然就是可以成佛的成佛 可以正阿罗汉的正阿罗汉 可以升天的升天 大概是这样 那么如果依法华经来讲 那就是一切众生都让他成佛 因为大家都可以成佛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一切众生毕竟成佛 唯一大乘无二无三 如果是这样来讲 那当然成佛就是最救星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依法华经的这种 唯一大乘来说的 那么这个是初次说法的本法语 就是本意 所以要在五秤其三秤共法 我刚才讲五秤共法 五秤共法是 这五秤都要修的 三秤共法 或者叫做二秤不共法 二秤就是人天秤不共 但是声闻圆觉菩萨共 所以叫做三秤共法 我二秤不共 那五秤共 我大秤不共法 四秤不共 大秤大秤不共 意思不是说不共大秤 而是大秤这样修 不共其他四秤 不共四秤 所以这个不共是不共四秤 这个共是声闻圆解共 所以这个要分开说 但前面的共跟后面的共 不是不一样 要修说成果的不共法 不共四秤 好 那接下来讲 为什么要发母群心 那为什么可以回小向当 这个是我们听说 这个是音法 我听说的 如果波勒间 或是说这个人切经 这个是没有回小向当这件事情 那如果是义阿汉间 也没有小跟大这件事 就是阿罗汉 佛就是大阿罗汉 也有小跟大 但是阿罗汉都叫做大 只有大阿罗汉 跟阿罗汉的差别 没有 没有佛跟阿罗汉的差别 佛就是大阿罗汉 那是大阿罗汉中的大阿罗汉 那大阿罗汉也有分 像舍利佛目见年 这个也是大阿罗汉 但是跟佛比起来就小很多了 类似像这样 此有所不知 此有所不能 此有所不见 回路于大圣 那么这里有三个 就是有所不知 有所不能 有所不见 那这个是从 第一个就是同推论来的 第一个就是大罗汉 第二个就是从实际上观察得来 那我们来看 那后面会讲什么 阿罗汉跟佛 到底有些什么差别 菩萨道里面的究竟 就是成佛 解脱道里面的究竟 就是正阿罗汉 阿罗汉跟佛有些什么差别 实际上是有的 我们即使是这些声文 阿罗汉经里面 那么这些声文也不能佛念 阿罗汉跟佛 一样都是阿罗汉 佛虽然是大阿罗汉 但实际上能力确实有一些差别 智慧也有一些差别 你看一样是阿罗汉 那么佛 舍利佛为什么叫智慧第一 阿罗汉不是一切智吗 阿罗汉是一切智者 正得一切智 阿罗汉是一切智智 有一切智啊 但是为什么都具足智慧 一定要有智慧 智慧圆满才正阿罗汉 那为什么 舍利佛叫智慧第一 所以能力上还是有差别 三明六通的阿罗汉非常地多 大家都具足三明六通 为什么目见脸叫做神通第一 那为什么阿罗利叫做天眼通第一 那不是都是具足的吗 那所以这个智慧神通 很明显的有一些能力 大家一样都是究竟 阿罗汉就究竟了嘛 我身理智放在羽利所做一半不受后有 他已经圆满了 究竟了 但实际上一样是究竟 还有差别 一样是阿罗汉还有差别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那跟佛比照起来 那差别就更大了 所以实际上有没有大胜 如果我从这样来看 那实际上佛跟阿罗汉确实不一样 那不要说佛跟阿罗汉 阿罗汉跟阿罗汉之间也不一样 那有的就是说法第一 他很能说法 有的阿罗汉不太能说法 所以能力上有差点 有的阿罗汉神通很强 有的阿罗汉神通不强 有的阿罗汉有神通 有的阿罗汉没有 有的阿罗汉很善巧说法 有的阿罗汉像加勒多语 很能度众生 像加瞻眼论意第一 很能论意佛法 所以你会发现到 一样是阿罗汉一样叫做究竟 一样是无学 就有学跟无学 出国二国三国 这个还是有学 还没究竟 到了阿罗汉是无学 究竟犯恨以利 手作一半 但是能力还是有差别的 能力还是有差别的 好 所以这里叫做有所不知 有所不能 有所不尽 有所不尽 主要是还有一些习气 等一下后面会说 那么因为这样 所以怎么样 所以发普及心 回乐 其实回就是回小向大 这里是就回小向大来说的 修起大乘佛法不消说 是以发普及心为主 那我们前面有讲过 其实普及心要定义 它是指阿妞多隆三秒三菩提性 其实菩提是正觉的意思而已 菩提是正觉的意思 阿罗汉也有菩提 阿罗汉也有正觉 所以菩提基本上分成三种菩提 应该是这么说 菩提是正觉的意思 菩提翻成我们的话 叫做正觉 那么菩提有三种菩提 声闻菩提 圆觉菩提跟佛菩提 声闻 圆觉就是辟知佛 跟佛 佛陀 佛菩提 就三种菩提 那么发菩提心 声闻 声闻圆觉也发菩提心 他成就的是菩提 但是现在讲的这个菩提心 专门指无上菩提 就是阿罗汉也发菩提 完整的说叫做阿罗汉多龙三秒三菩提 翻成这个阿罗汉也发菩提 这个阿罗汉也发菩提 这个阿罗汉也发菩提 就是阿罗汉也发菩提 阿罗汉也发菩提 无上菩提 无上菩提 正等正觉三是正 等正觉 等正 三是正 菩提就是觉的意思 就觉悟正 其实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不是无上正骗觉 那么现在讲菩提心 指的就是这个阿罗汉多龙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发菩提心 简单讲是这样 那菩提是我们讲菩提萨多 发菩提心的人 发菩提心的人 发菩提心的友情 叫做菩提萨多 萨多是友情 萨多是友情 所以叫做菩萨 简称叫菩萨 菩提萨多 就是发要成佛 阿罗汉多龙三菩提就是成佛 其实简单讲就是 有想要成佛的人 就叫做菩萨 简单说 想要成佛的人 就是发心要成佛 发菩提心的人 阿罗汉多龙三菩提心 好 他说以发菩提心为主 但众生的根性不一 所以引发菩提心的因缘也不一样 出离心也这样 真上身心也这样 有三种心 简单来讲我们讲三种心 出离心 真上身心人天道 出离心二称解脱道 普离心 那么是佛道 菩萨道 那 即使发出离心也不一样 佛弟子跟佛出家的 像难夺 难夺为什么去出家 他看到佛的三十二上八十种好 去出家的 不一样 有的是为了解脱出家的 有的是被佛所射受出家的 有的是看到人家出家很好就跟着出家的 像我们一样去读佛学院 我们很多师兄弟 我们很多同学 很多人都在家去的 有些人出家去的 那有些人出家是因为 比如说我们去读佛学院 每一个人发现去不一样 那有一个更可爱 就是 他说为什么要读佛学院 他去出家就跟着出家了 他本来没有要读佛学院 他只是在他来读佛学院 然后他看了 好像这些都不错 人家说你要不要一起读 他想说好啊 那就一起读 那就读了 所以很多因缘不一样 那有一些像出家的 有些是他自己也要解脱的 有些是看到出家很好 不错 有些是因为 有些是因为他在家也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他就出家了 那有一些是他教的神明 神明告诉他要出家的 他才是出家的 反正很多种 有些是当场有些人很劝他 有些之前有些人很劝他 反正一样 出离心的姻缘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像有一个同学 他出家是因为 他在家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他就出家了 所以他在家还要找工作 还要什么麻烦 他也不想要做什么 他感觉出家好了 出家还比较好 那么一样出离心也不一样 那么依此而表现的 这菩提心一样 一样 那么依此而表现的菩萨风格 起初也会有多少差别 就是你一开始是怎么样的 那么大概就 就是他有那些特殊的风格 像成佛也一样 佛的风格也不太一样 初发心不一样 后面的风格就不太一样 像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就不一样 弥勒佛是比较重慈心的 所以他一发心 一开始休眩 他就不吃肉 不伤害众生 不吃肉 他磁心 所以他在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因为磁心很高 那磁心最高表现的就是不伤害众生 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寿命场 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他在八万四岁的时候成佛 释迦牟尼佛是比较重忍辱的 要利益众生 所以他在人寿百岁的时候成佛 然后表现出 比如说他过去常常忍辱先人 就是众生怎么伤害他 他还是要利益众生 就是表现的菩萨风格不太一样 那么所度的众生也不太一样 所以他起初也有多少差别 不过为了避免专以自己的偏好 来衡量一些自占为他 无意中损害佛法 所以对此不能不先有相当的认识 所以导师在这里先讲到 就是菩萨有很多风格 先讲一下所谓的大秤 为什么要发菩提心 什么是菩提心 怎么回想向大 讲这些 他说上面说到的三圣共法 主要是生文圆解 就是二秤 二秤的学者也是会发菩提心 而入大秤的 三圣共法里面的三圣 生文圆解菩萨 但是二秤不共 人天不共 人秤天秤不共 但是生文圆解共的 但是他不到大秤来 他就在二秤而养 但是这里讲的就是 从法伐经的立场来讲 这个二秤也会回向大秤 那么人秤天秤当然 他也可以发菩提心 他到天上也可以发菩提心 在人间他当然也可以发菩提心 他本来只是追求幸福美满的 现在除了幸福美满之外 他要发心成果了 也可以 他就是即使在五秤里面 他一样可以回心大秤的 还是可以 那现在讲的就是二秤的学者 就是生文圆解 照理来讲他证了涅槃 或是他得了解脱之后 那么他就在那里了 但是依法华经来讲 依波勒经来讲他是没办法的 依法华经来讲他是可以的 那如果依人贼经来讲 一开始就决定可不可以 如果依波勒经又不是 一开始没有决定 那是最后决定的 那人贼经是 人贼经跟解释毕经 他们是一开始就决定了 只有不定总心的人 一开始不决定 那如果依波勒经 一开始是不决定的 那你会不会成果 一开始不决定 但是等到你证了涅槃 那个时候就决定了 那你就不能成果了 那如果是像决生秘经 人贼经这种 你一开始有些就已经决定 你不能成果了 那波勒经一开始没决定 但是等到你证果了 那就决定了 那在法华经也是一开始就决定 但是决定你一开始就决定 大家都可以成果 那又不一样 那这里是依法华经说的 依法华经说的 就决定你是可以成果的 所以因为一开始就决定 你是成成果的 而且决定会成果 你即使正到了二称 那么菩萨或佛会告诉你 你要发菩提心 你要回心大称 你这里没有救星三百里二亿 你要继续走两百里 你会不会走 会 就诸佛菩萨会告诉你 那么会引导你入大称 那么你还是会 你还是会回心大称 还是会 所以叫做一切众生必尽成果 就法华经的思想就是这样 好 所以他说二称的学者 不管是身为元解 也是会发菩提心而入大称 而且一定会发菩提心 然后回入大称 一定会 有的初学生文学不曾决定 就转学大称 就是在生文元解这一部分 一开始本来发出离心 后来还没证的时候 就转发大称心 就有一点像 就有一点像有些人 本来都读心理学的 后来转学医 有些一开始就学医了 就不一样 那有些是一开始是学医的 后来转心理学 像佛洛伊德就这样 一开始是学医的 像孙中山 国务一开始是学医的 后来转什么 转入政治了 反正就是 那一开始有些是一开始就是学政治的 一直在政治 或是一开始是学医的 一直在医界里面 那就不太一样 那这些如果从宗教上来讲 从佛教来讲也是一样 一开始是人称天称 后来转大称 一开始是生文称原觉称 后来转大称 所以有的在生文中以德决定 就证出国恶果 人就已经是证入法性而得出国以上的 有的是已经证得阿罗汉的 也有是入无语涅盘再发大信的 那入了无语涅盘 有没有办法再发大信 这是另外一个说法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这里是依法华经 就是这个都还没救星 所以他都还可以再发信 那么生文里面 从最初到最后就入无语涅盘 那么还是可以再发信 如果依大乘的说法 那这些入无语涅盘的阿罗汉都在哪里 都在净土 所以这个 如果依阿安经来说 你不能讲他在 也不能讲他不在 没有办法说他在或不在 但是如果依大乘来讲 这些阿罗汉都在净土 都在一个境界里面净土 比如说像其乐世界 那么很多的阿罗汉 非常多的阿罗汉 那这些阿罗汉已经离开这个世间 就是入无语涅盘 离开世间 离开这个世间 不在这个世间 那若生不在这个世间 那个叫做入无语涅盘 那若生还在这个世间的 那个叫做有语涅盘 那佛陀时代 若生还在这个世间 还没入无语涅盘的 大概只有一个 就是兵头鲁婆罗洞 他还没入无语涅盘 佛不允其他入无语涅盘 都兵头鲁婆罗洞 除了他之外 基本上包括大家设 那么也都入无语涅盘 若生都不在这个世间 好 那 照说入无语涅盘 再发大新的 那不管你是哪一个层次的 哪一个层次的生文 圆解 都是可以回小相当 即使已经入无语涅盘 还是可以回小相当 从佛法为是一称道来说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依法法经说的 依法法经说的 那么小圣本是大称的方便道 就我们刚才画那个图 前面 这个三百零 三百零也是大称的道 就只有那一条路 就只有那一条路 就是走前面走后面 走近一点 走远一点 差别在这里而已 当然迟早要入大称道 而且从法法经的观念来讲 他一定会回小相当 那些生文阿罗汉 那么出口土壤 那么告诉他 他一定会回小相当 那如果比如说像 极乐世界这种 那么一开始就是大称道 那么如果是生文圆解 那么一定要发谱底心才能进入 进入这个大圣不共进度 所以有五圣共的 三圣共的跟大圣不共的进度 有这一种 那么当在小圣行者的见地上 起初却不免有点格案 就是他原来是出离心的 原来是要解脱的 但是跟大圣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发心有一点不一样 那么举 就是举阿罗汉我来讲 那么他们自觉的我生已尽 犯人已尽手作已作 就是手作已半 自知不受后勇 这个都是我们叫做解脱之见 得解脱的人他自知自见 就是我这一生到这里已经尽头了 下一生没有下一生 没有下一生的 叫做不受后勇 就这一生已经到这里已经没有了 因为有生就有灭 就是有生就有死 那么有生死不断 生死死生相续不断就是沦为 就是没有出三界 阿罗汉不在三界内 在三界外 三界外是什么概念 这个就要念当别人了 那么就是我们不要想象 有一个人从这里出了三界 不是这样 那个还是我见 但是也很难说明 所以不能讲是有还是没有 也不能讲到底在哪里 但是如果从大胜的角度来看 他们没有救进 所以他们还有所谓的法性生生 没有这个生死肉生 但是还有所谓的法性生生 没有这个所谓的分断生死 但是一样 他还没有救进 还不是救进成佛 还有一样 还有所谓 这个叫便宜生死 还有这个 他说小圣行者的见地上 有一点隔岸 中阿罗汉他们认为就是我生已尽 犯汉已尽 犯汉就是亲近认 都已经具足了 那么应该修的都修了 应该做的都做了 不会再有生死轮回来 已经到了学无可学 所以叫做无学 进无可进的地步 就没有办法 这里是究进彻底圆满了 从这里来讲 就是究进 入到尽头 学到没有可学的 修到没有可修的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佛是阿罗汉 他们也是阿罗汉 从生文来看 那么最究进的就是阿罗汉 阿罗汉就是无上 阿罗汉就是无上普提 所以你在阿安静里面 有时候看到无上普提 那个不是大圣的佛普提 那个因为到阿罗汉已经是究进 有学跟无学 出国 恶国 三国是有学 阿罗汉就是无学了 那无学里面有分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 那么有余就是还余有这个色身 还有余有身苦 无余就是连这个色身都没有了 因为他这一生还没我还没进 有余就是这一生还没进 比如说佛三十五岁 佛三十五岁成佛 正阿罗汉 那到八十岁入涅槃 这个三十五到八十岁还有四十五年 那么舍利佛大概也是 应该是三十几岁正阿罗汉 舍利佛也是很年轻就正阿罗汉 那么正阿罗汉到他入涅槃 大概也是七十几八十岁 因为他在佛之前入涅槃大概七十几 也没有讲几岁 大概是七十几岁 有个几十年 那像如果像 像君庭 沙咪八岁就正阿罗汉 八岁正阿罗汉等他到入涅槃 可能假设他是七十岁入涅槃 也不知道他几岁入涅槃 因为他在舍利佛之后 他是舍利佛的弟弟 他很年轻 可能少了舍利佛好几岁 他是八岁就入涅槃 如果他离开这个世间是 入涅槃是在七十岁的话 那六十几年 还有余生 还有这些余生 还没进 这个业还要在吃饭 穿进一睡觉 还有这些琐事 还有一些辛苦 像佛头老了 那么口渴了 他也是苦 他说他辛苦先不苦就是了 所以他讲 这些阿罗汉 佛是阿罗汉 他们也是阿罗汉 佛得解脱 他们也得解脱 自以为就近了 彻底就近圆满 无善 基本上是这样 那当然一词不想休息大声道 我都修完了 我还要修什么 我都学完了 我还要学什么 学分都修满了 每一个课都修圆满了 他没有课可修 所以如果我们修学分的话 就是比如说五十个学分要毕业 五十个学分修满都已经毕业了 能修的我就修完了 所以也不需要 我修学分就是要毕业的 是要已经毕业了 学分都修满了 不用再修了 所以一时不想休息大声道 对于大声毫无兴趣 然而佛不是修菩萨行 广度众生而成佛的吗 那这个又要讲到 这个其实是当时 就是这些阿罗汉或这些弟子看到 一样都是正阿罗汉 一样我们就说不要讲跟佛比 就是阿罗汉跟阿罗汉比也差很多 那么阿罗汉里面比较就是比较算是 一切中比较大的叫做 其实主要是摩托加设跟舍利弘 如果讲三个大概就包括目见 其实目见脸的一些能力 其实还不太比较不如舍利弘 其实神通也不如舍利弘 智慧也不如舍利弘 但是这个目见脸的神足通 即使从神通来比 目见脸也不如舍利弘 但是如果从威德来讲 那么大架设的威德力是更够的 它是苦心 那这个既使同样是阿罗汉 也有一些能力上的差别 那么杜众生 舍利弘杜众生的能力也强 所以这个提伯达多破荷荷生的时候 还是舍利弘不见脸去劝回来 其他的阿罗汉不一定可以 比如说周利弘托杰也证阿罗汉 但是周利弘托杰在说法度中生这一部分 就没那么强 那每一个人抢的不太一样 那像阿罗这一种慈悲心比较多 阿罗有一些其他阿罗汉做不到的 阿罗是后来才证阿罗汉 他还没证阿罗汉 他有一些能力是其他阿罗汉做不到的 所以每一个人射受的不一样 那像穆建人就比较射受外道 他比较能够度化外道 那舍利弘就比较能够度化佛弟子 那阿罗有的比较容易度女众 有的比较容易度男众 有的比较容易度年纪大的 有的比较容易度年纪小的 阿罗是四众弟子 他都会被他射受 因为他慈心比较强 所以即使是阿罗汉风格不太一样 能力也不太一样 但是从壮凡朗来讲 从壮凡朗来讲 他们就大凡朗断建 从这一点来讲叫阿罗汉而已 但是能力 他的知识 他的智慧 他的神通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那如果这些阿罗汉全部加起来跟佛比 那又不能比 叫做大乌界小乌 所以从这里来看阿罗汉自己也知道 阿罗汉自己也知道 他们一样都是正阿罗汉 佛是大阿罗汉 他也是阿罗汉 但是跟佛比起来 跟佛比起来远远不如佛 阿罗汉跟阿罗汉之间的距离 已经有一些差别很大了 但再怎么差 他只是一段距离而已 但是跟佛比的话 那是看不到距离 确实是这样 这有点像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孔子里面 最厉害的学生是谁 颜违 但是颜违 颜违有讲一句话 这个夫子步一步 夫子趋一趋 就是孔子用走的我也跟着用走的 孔子用跑的我也跟着用跑的 但是我跟在我的师父后面 就是孔子后面 老师后面 夫子后面 望尘莫及都看不到灰尘 那类似就是会离得很远 差距很远 那么阿罗汉跟 就是佛的弟子 就是阿罗汉跟佛之间 也有这种 颜违是 颜违是所有弟子里面最厉害的 但是他都看不到 这个孔夫子的身影 望尘莫及 虽然他都很努力地学 夫子步一步 夫子趋一趋有 他跑的跟着用跑的 走的跟着用走的 但是望尘莫及 称呼其后 怎么去的都去不上 阿罗汉尼也有这种心情 确实是有 所以 所以这个 他说 这里讲到 佛不是修菩萨行 广固众生而成佛 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那么为什么后来有大乘 其实就是从这些差别分别出来 那么确实阿罗汉不如佛 佛也是阿罗汉 但是阿罗汉确实不如佛 所以才会有这一种 这里叫做为什么不教身闻者修菩萨行成佛 却教大家修自立立行而了生死 这是一大疑问 所以 法华均里面有所谓的舍利佛跟佛说 我常常看见佛受祭谁成佛 那一样都同复法性 佛为什么不教我们修大乘 那让我们正阿罗汉 所以让我们没有办法受祭成佛 却有这种疑问 因为时间到 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次才从这个地方开始讲 大家合掌合相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接着 我们下来 今天 我们下来 吓 再来 来 我 我们下来